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亮坤一大反派 十年后成为红星社堂主 维然是阴险狡诈 为目的不择手段 亮坤见对方年幼 以要求要交保护费的借口来化解此事 可是咱们浩南虽然年幼 但骨子里侧漏出王者的霸气 凡事都讲个为什么 这个场地是红星逼哥造的 为什么要向你交保护费呢 话音刚落 亮坤手中的可乐瓶已经砸向了浩南的头部 并且让小弟们狠狠地揍了浩南一伙 最后还是逼哥出面化解了这场误会 逼哥临走前说道 如果想踢球以后就报我逼哥的名字 浩南感觉逼哥为人豪爽 非常仗义 说道 逼哥我想跟你走 就这样一行五人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专业十年以后以浩南为首的一行五人 在铜锣湾混的是风生水气 在红星小有名气 帅气的浩南 浩色的山鸡冲动的大天二 懦弱怕事的薄皮 还有一个感情专一的潮皮 一行五人聚集在此 目的就是做掉浑恶的八哥 八哥是亮坤的好兄弟 平日里无恶不做 经常欺负服务员找乐子 这不还在洗浴中心享受着人生 可是他不知道 死神已悄悄降临 浩南策划好了一切 来了一个突然的偷袭 让他们挫不及防 八哥见情况不妙跑了出去 却被赶来的山鸡迎面捅了一刀 浩南他们一次次的胜利 在红星的威望也是越来越高 然而另一遍的亮坤看着死去的兄弟 心中的不愉快 那都是钱逼出来的 因为八哥一死 欠他的两千万谁来偿还呀 他愤怒的将女友按了下去 在女友的操作之下 亮坤的脸上多了一丝奇怪的表情 夜晚呢 浩南一伙正在为此庆功 玩得是不亦乐乎 然后女主小结巴登场 他熟练的偷走了浩南的Mr.2 什么 竟然有人敢偷浩南的车啊 真的是活得不耐烦了 浩南很快就查出了小结巴的身份 他是飞红哥的女人 而飞红是亮坤的小弟 浩南他们想要对付小结巴就简单多了 先是带着他兜风 之后呢 逼着他吃吃吃吃吃了二十种小笼包 玩耍之后 浩南他们开着车扬长而去 消失在黑夜的尽头 丢下的小结巴一人在荒山公园路上 虽然浩南他们是混混 但是本性不坏 此日呢 亮坤见浩南是个人物 准备挖逼哥的墙角 可是啊 中一起的浩南肯定不答应了 在逼哥的眼里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 他拿出两百万丢在了浩南面前 可是啊 在浩南眼里 没有什么比情意更重 两人没谈冷 不欢而散 在浩南离开的时候呢 遇到了飞红带着小结巴来拍三集片 小结巴不肯拍拖戏 遭到了恐吓 浩南呢 见不惯这些人渣的所作所为 便说 他是我的妈子 化解了这场噩梦 这也算还小结巴一个人情 在亮坤眼下带走自己的人 这压根没把我亮坤放眼里啊 眼睛里透露了一丝邪恶 转眼呢 过了几天 浩南一伙接见了红星龙头蒋先生 这次任务是解决澳门纷争 其实啊 他们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亮坤一手策划的 包括蒋先生也不知情 计划成功 亮坤将登上红星龙头的宝座 接到任务的浩南一伙 立马就迁了澳门 在路途上只有浩南心思沉重 他知道 出来混的都是一脚在地狱 另一脚在监狱 希望此次的行动能够安然归来 一到澳门呢 山鸡就拉着马子去了赌场 浩瑟已久的他很快就聊到了新妹子 让他更兴奋的是 同时还住着一对丽人的双胞胎 哇 这是要一击斗三缝嘛 另边那山鸡的女友一出赌场就被一伙人抓走了 次日清晨 浩南几个人焦急的等待着山鸡 可是山鸡而迟迟未归 时间急迫不能再等 于是让浩南四人先前往目的地 走到一座大桥 浩南一伙被黑帮埋伏 几十人拿着棍棒向他们冲了过来 大战后潮皮被杀 浩南被抓 包皮和大天二逃了出来 浩南被带到了一个偏僻的住所 两官跟小弟说道 其实杀一个人很简单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不能再红心立足 于是他给浩南和山鸡女友灌了大量的春药 并且拍下了激情的画面 因为在江湖上勾引二嫂是大忌 当几个受伤的伙伴聚到一起时 山鸡对于自己未能及时赶到现场而愧疚 可是当他听说女友被浩南给上了 心中是愤怒之急 有句话说的好 朋友欺不可欺嘛 自己的面子往哪割呀 当场跟浩南割袍断意 转身离开了 并且投奔了台湾的黑帮表哥 临走前呢 浩南托大天二将一块金表送给了山鸡 这代表无论走到哪里 我们永远是兄弟 时隔多日 亮坤终于等到了十二帮主龙头大会时间 大会上亮坤表露出蒋先生的种种不满 并且对龙头宝座蠢于斗 他认为有能力者举止 要求通过投票来决定新的龙头 其实亮坤暗地里已经用五百万收买了红星高层的道东西们 投票让他很顺利的登上了宝座 接着呢 拿出浩南和山鸡女友黑羞黑羞的录像丢在了大家面前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被暗算 可是啊 墨口南辩 这次遭遇不仅让浩南承受了肉体上的痛苦 还被赶出了红星 然而亮坤并不一次作罢 他利用逼哥女儿的书包 将其带到了荒废之地 将逼哥一家四口残忍杀害 接着又烧了浩南的酒吧 不过有句老话说的好 斩草不楚根 春风吹有声 这也是要逼着浩南爆发呀 浩南虽然已经被赶出红星 但逼哥的时候一定要爆 可是这仅凭四人哪里逗得过亮亏一会儿呢 于是找到了西人好友 可饿死了一当头 加上浩南的堕落 谁能愿意出一份力 就在浩南灰心的那一刻 山鸡开着豪车带着几十人出现在浩南面前 看这阵容 山鸡在台湾混得不错呀 随手把当初的金表扔了过去 表在 情一在 验证了内疚老话 患难见真情 有山鸡的加入 他们立马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他们炸我们酒吧 我们就炸他们歌厅 他们用五百万收买红星高层 我们就贿赂五千万 并且通过情报举报了亮坤的公司藏有毒品 此时的亮坤已经是半个死人了 还快活的再为母亲受宴庆祝着 庆龙宴上包皮故意男扮女装打伤了亮坤母亲 成功补引亮坤的追击 最后的大战在一个漆黑的巷子里 亮坤发现自己已经被重重包围 突然一箱汽油从上空泼下 亮坤被淋湿了全身 看着远处的火光缓缓走过来的浩南们 心中无比的恐惧 说道能不能在昔日情分上饶他一命 嗯 昔日的情分就是一瓶可口嘛 浩南狠狠地砸伤了亮坤的头颅 趁乱之际 亮坤一把抢过了包皮的枪劫持了包皮 正将利用人质逃临时被文迅赶来的警察一枪击毙 亮坤落马 浩南回归了红星 蒋先生也重新回归宝座主持红星大局 浩南将成为下一代的枭雄 本故事完 下一集将为大家分享山西的台湾经历了怎样的波折而飞黄腾达 下一集蛊惑仔织猛龙过江 欢迎收看 好啦 我是爱豆不知道的小豆豆 喜欢我就订阅吧 我们下期见